紫色比较小 三个是 XXL的数量比较少 需要XXL的快 就像刚才助理讲的 紫色的 紫色的尺寸会 稍微比较小 所以下单看好尺寸 尺寸 应该这么说 助理 这个紫色是 穿不到N的 如果这个颜色的话 助理是需要穿L size 三个是 这个是青色 这个是Dubble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Pinky badge Pinky badge和青色 助理是穿得到N的 可是这个紫色呢 助理是需要穿L size 所以下单请检查好尺寸 虽然说我们讲如果你平常是跟着助理的尺码 可是还是一样 请检查尺寸为标准 因为有些部份说 我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为什么买了比较大件 可是助理穿的刚刚好 所以一定要检查尺寸 腰、臀部、上围都要检查 所以最好下单是检查尺寸为标准 我身上这个是Pinky badge 近看小细节 它前面衣领 这边是这样四方领 Scalop trim的 它们是没有车边的 它们是用那种Laser Cut的Machine 这样子Cut出来的 你不用怕它会变成一丝丝 它们是用Machine Laser Cut的 OK 来后面是隐藏拉链 是在后面 由上、往下拉 下白呢 它这边是这样子有多 破开这样子来生 前面这两个口袋是 款式来的 腰带是搭一起的 然后放上它的口袋 是在左右两侧这一边 袖子 OK 一样是有公主袖桌子 然后这边是 袖把这边是有微微的收袖口 这样子的款式 OK 只要穿得比较性感 OK 然后比较女人味的话 带着我身上这一个Pinky badge 为什么放Pinky badge 是因为它的这个Pink color 有点带Batch color这样子的 就对了 衣领这个怕啦 四方领 不要怕说太太开之类会走光 是不会 然后说上一个色里面 你要比较属于性感的颜色 会是主播身份 对了 Pinky badge 这边是纯新的 这一个 那么它的口袋 正确口袋是在旁边 左右两侧 前面只是一个款式 基本上它下方 要属于一个小A的版型 就对了 它不是那种fit的 它有点类似像小鱼尾这样子的款式 长度是够长的 OK 然后我就会指示给你们看 先搭框 Biscope晚上好 还有Janice 谢谢你的通知 我送你收到包裹的 所以说这款四季了 下单请检查 其实这个的面料它虽然是有弹力 可是它比我们惯用那种的西东庙 弹力来的没有这么的大 所以说 这一个呢 我穿的M size 包括青色的粉色 还会比以往我们的那些尺寸 稍微比较贴一点点 它比较贴深 它面料的弹力 它面能去到非常的大 所以说 我青色跟那个Pinky badge 用你的尺码可以一样 可以接受腰 是腰部门上尾比较贴深 可以选择M 不然的话 三个色你都选择 你都需要带走L size 可以带走L size 所以我穿的M基本上 上尾跟腰围都是贴的 OK 都是贴的 臀部没有拉伸之下 是还有空间 所以说给那些说 上尾跟腰 这个款式能接受贴深 可以多个2CM 是可以 不然的话 你就需要带走L size 毕竟面料是有弹力 所以它不会像那种 cotter面料 拉伸去到非常的大 还是文化要用那种 C-lomel 拉伸弹力 就会比较大 它这种有弹力 不会去到非常的大 所以说 青跟mini-bash 能接受贴深 选择M 是可以的 如果是不喜欢贴深 想要比较多空间的 那么三个色都需要 需要带走L size 我现在穿金色 我是穿着M size 我是穿着M size 都是膝盖底下一个长就比较大气 它特别是这样的衣领 这样子的laser cut 我们也很准备这样子的 对了 小事花瓶 然后它是微微的变简 这个 Among三个色里面比较显瘦的颜色 是我身上这个dump purple 雪庄最深的颜色 三个色里面要显瘦的话 会是这个紫色 深紫色 所以记得跟助理的尺码下单 dump purple是需要穿L 这一件M肯定助理是塞不到 这一个色助理是塞不到下去 一样啦 像我讲的青盒粉 如果你可以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 App是需要是贴身 并不代表紧 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弹性 有口袋 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 整体啊 整件穿起来给人家感觉 就是很斯文的那种 有点像那种韩国的那种小礼服 因为韩国人他们喜欢穿裙子 下半身这样 鱼尾 然后长度有在那边 品尝拉链是在后面 游上晚下 左右两侧有 有口袋 肩膀这边微微的垫肩 肩膀这边是这样子有微微的垫肩 然后袖子这边是这样子有收袖口 它跟以往那些收袖口 有微微的不一样 是这样子有款式的 最显瘦的颜色就是这个打 粉粉 来我快速的换青色 青色这一次我就不妨要带 OK 我喜欢颜色的三个 显瘦的话 带有紫色吧 OK 深紫色 要比较性感的颜色 可以选择带走啊 那一个 PINKI BASH 另外一个是青色 可以青色三个色 好 想要穿的 纸马的就里一样 想要穿的比较有 就是说快速的 建议你们拿三个色都带走L 买这个 OK 三个色都选择带走L 我们三个色里面看起来比较fresh 的颜色 会是这个青色 OK 最小的吗 从S开始啊 最大是去到XXL 这件它腰带是搭在一起的 你可以选择不绑都没有问题 OK 我现在青色我就没有绑啊 所以给你们看 如果没有细上腰带 整体是怎么样 OK 我身上是一个青 没有细上腰带一样是OK的 尤其是那些不喜欢说 不喜欢绑腰带 不喜欢Laser腰间这边的 因为它是有收腰 就是有收腰 不是很宽松的 所以说 这个拉下单 三个颜色 腰尾 腰尾 都要检查 OK 三个色 最新色的颜色有Dubble 然后想要比较性感 比较女人味的话 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Pinky badge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青色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 新和Pinky badge 你可以接受贴身 这一个是穿得到M的 可是Dubble 一定要带走L OK 如果你想要穿的 比较宽松一点 不想太贴了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 三个色都建议你拿L size 就对了 所以说这一期如果你要找这样子近色的 你加取一个小FLAIR 小FLAIR 就是小A 小A的一个连身裙 这种是比较偏向于通勤款的 这是唯一的一个款式 那带我们另外一个款式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包囤 所以说这一期找着小A裁剪 下半身的连身裙 就是这个款式 S到XXL NDC91价钱是80 没有任何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就是比较一个比较包囤 三个色 接下来这一个款式 有三个色 可是BDY 忘记了 还是BDC 我忘记了 来BDC99 比较包囤的款式 因为它这款式是从X开始 有到XXL 可是这一个呢 助理是需要穿L Cutting比较小 接下来这款式 尺码跟助理一样的话 所有的颜色都需要带走L size 也已经是算是一个久违的款式 就是说这种比较包囤 然后长度方面是比较长的一些连身裙 一样啊就是比较直肠风的款式来的 所以我没有这样整个脸身裙 属于比较fitted的脸身裙 好